前方公車一路執行 仔細看後車門竟然沒有關 路過騎士看沙夜 而且車上還有乘客 萬一可能你是煞車 或者是客人沒有站好的話 會很容易摔出來 事發地點發生在台中沙路 中青路六段 台中客運500號公車 就這樣開了好幾百公尺 還在路口大轉彎 就怕過彎人摔出來 發生意外 初步看見一架時間 忘記關車門 導致的 那這部分我們會再提醒 所有同盟就是車門要關好了 客運業者坦誠疏失 原來是駕駛意識粗心 讓全車乘客深陷險境 對此交通局說 可處最高五千元八塊 驚險畫面也發生在大陸 你吊了一下 沒有什麼錯 你幫助路讓體驗來給你塞吊 人家就沒人 在國際玩笑而已 戴墨鏡男子在客運上尿急 竟然開窗左右看了看 就直接跳車 其他人伸手想拉住都來不及 大家嚇得尖叫 不見發生著驚險意外 車子時速八十公里 相當於從八樓跳下 另外計程車司機上路尿急 竟然有這招 太幽默了吧 司機直接跑下車來 他說我尿急 他說你來幫我開一段 乘客一路開到目的地 搞笑的是司機上完廁所 也叫了一輛計程車 兩人最後在高鐵站會合 故事劇情超展開 笑凡網友 解中部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 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